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医疗产品那边对接得怎么样了 数据发给了新的厂家 正在抓紧生产 新的一轮临床实验已经联系好了 这两天就会展开 成功 最近辛苦你了啊 公司能安然度过危机 你功不可没 不 唐总你这段时间压力更大一些 我能分担一点是一点 是 行啊 我们成功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 讲过 我发现自从郁浩然出事以后 庞总拉拢你的意图可越来越明显了 有吗 对 我原来不太喜欢庞总 我认为他就是一个官僚主义 只说大话 不做事事 但这一次鼎华出了事 他真的是全心全意地在解决困难 你还真替他说话 没想到啊 你头成头得这么快 我只是站在客观的角度说事实 那他不还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考虑 鼎华倒了他不也就倒了 行 个小点声 不管出于什么动机 他在做正确的事 那还得看看是谁吧 之前我爸在公司的时候他什么样 后来我爸走了 他在我姐面前又是什么样 我可都看着呢 说起你爸我有点好奇 鼎华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 老苗总怎么不过来看看呢 陆 老苗总您好 您久等了 哪里哪里 来 请 请 师叔 小兔是很努力在这些人 但他发现了很多事 好 我计算是让他来做这个 那什么地方 就继续的计划 你能停留下期待 然后保证 你别拒绝自己 拒绝 好 简单说明情况 马上突然汇报说 有人在跟踪他 红灯的时候我们拍了照片 结果发现 跟踪他的人是他的父亲 马俊海 坐下说吧 现在呢 现在的情况是 马胜正在跟他的父亲交流 了解情况 我们可以监听到他们的对话 上次调查骏海物流的时候 你应该查过马俊海 把他的情况再跟我说说 马俊海双亲本地人 十七岁的时候参军 还立过二等功 后来因商退伍 九十年代初下岗 成立了一家运输公司 成立了一家运输公司 就是现在的俊海物流 马上没有跟他的父母 说过自己的真实工作 最近呢又连续几天不回家 也没有办法跟他父母说实话 所以往简单地想 是马俊海担心儿子 在外面碰上什么麻烦 所以悄悄跟着他 想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 我明白您的意思 往简单地想怎么都好说 但毕竟 我们也要做其他的准备 毕竟马俊海 跟苗焕阳 还有傅大勇 都有交集 马上他自己也是因为 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主动提出 我们可以监听他们的对话 这件事情况比较特殊 面对这种突发情况 你们没有胡乱猜疑采取过激行动 也没有放松警惕 停止认知 已经做得很好了 等等马上那边的情况吧 是 爸 正好你妈不在家 咱爷俩好好聊聊 好 怎么了 搞得这么严肃 跟你说实话 你今天下班回家 我跟了你一路 你一直跟着我 没看出来吧 看来 当年我当侦察兵爷学那点本事 还真没白学 不是 您跟着我干吗呀 您这是 在上哪出啊 我是真的担心你啊 怕你在外边碰到不该碰的东西 你说你 回了这么几天啊 你在家吃过几顿饭 整夜整夜地不回家 谁也不知道你上哪儿去了 我这事不是跟您解释过了吗 而且 现在鼎华什么情况 您又不是不知道 我自己那个岗位 我也得应酬不是吗 爸 您什么时候疑心病这么重啊 可能是老了吧 我说啊 你平时也都这么开车吗 太危险了 你当是开赛车呢 知道了 我以后注意点 我出去一趟 你这儿去哪儿啊 我去见个朋友 您别跟着我了 妈 老板 咱们这都是干吗呢 您不说明天就发货吗 车直接从矿场拉走多好 白费这功夫 跟你们强调多少次安全听 啊 开赛出来马上入库 就一个晚上 就一个晚上不是放啊 那要是被人家看 被人偷了我们吧 赶紧的吧 是 老板 封举 诚军 怎么样 我已经在苗� jang 骆骆先生跟鼎华长年有合作 但仅限于业务上的 并没有什么私交 这一点跟马尚说的 完全吻合 你说 马尚 我不是针对你啊 我一直有个细节想不通 你当时用的是 反跟踪手段对吧 你爸为了跟上去 还闯了一个红灯 如果他只是担心你的话 这也太拼了吧 这我真的没办法解释 他有些时候 确实是一个不肯罢休的人 我知道你们都在考虑我的情绪 很多话不愿意说 所以还是我来说 我父亲和苗焕阳 傅大勇 还有鼎华 确实有多年的交集 更别说 我和他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 我身上所有的细节 他更清楚 所以我的身份 在他面前无法隐藏 但是 如果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他真的参与了犯罪行动 那这件事情就麻烦了 我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 甚至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暴露了 也不知道 他传出去了多少信息 对 宋局 我有一个办法 也许 可以让马俊海先生 洗清他的嫌疑 说 您请 您请 谢谢 马叔叔 晓安 马老板 你好啊 您好 您好 这是 我叫宋明 安静的领导 幸会 幸会 坐坐坐 晓安 你不是说有私事吗 总共连领导都来了 情况紧急 我就跟您撒谎了 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啊 还真是有点公事 我们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什么情况 我就不绕弯子了 我们掌握了充足的证据 证明傅大勇正在进行 走私国家稀有资源的 犯罪活动 老傅 不可能好不好 他 他刚给了我一档单子呢 是真的 从那天 他跟您谈那笔单子开始 我们就盯上他了 进来 老板 矿石都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装车运走 让哥儿几个好好休息 让哥儿几个好好休息 车队到了马上征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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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云阳光就绽放出最美的样子 燃烧青春直到所有黑暗都消失 也许没有人记得你的样子 像千千万蓝歌和你一样的池子 只为守护暴风烟中的那份拼命迹 哪怕付出生命也永远不忘出息 你说这辈子最荣耀的就是 可以默默守候这片土地的安宁 你因为热爱所以牵手势力 不及风雨勇敢前行 你说这辈子最平凡的就是 可以指引捍卫这片土地的安宁 因为热爱所以不忘出息 热烧热血勇敢前行 一生无悔 哪怕一生无迷 我是无迷 你 你 我 那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